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进一步的来查考一下亚伯拉罕犯下过失的原因 这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第二大点 亚伯拉罕过失的原因 那就是他的自以为是 还有这属世的小松明 首先我们看看第一点 就是自我合理化 亚伯拉罕的过失 就是对自己的这些有过失的行为 常常去找一些所谓的正当理由 在找借口 今天的我们也是如此 我们应当在神面前 好好的去省察我们自己 我们有时也是在一些事情上 总是常常的为自己寻找借口 为自己开脱 常常找一些自己认为合理的 正当的理由 为自己开脱 各位 我们要知道 这撒谎在不知不觉当中 也会成为习惯的 我们看看亚伯拉罕这两次撒谎 在创世纪十二章二节 埃及人看见你 必说这是他的妻子 他们就要杀我 却叫你存活 第二次是在创世纪十章二十章十一节 亚伯拉罕说 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 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 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两次说谎 都是在为自己的过失在找借口 实际上是一种在神面前没有信心的表现 不信神的表现 当他自己的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 他出于怕死 总是为自己能找到似乎合理的这样的理由 总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强调理由的人 总是在为自己找借口的人 是在神面前犯下过失的人 第二一点 就是亚伯拉罕心中没有这种坚强的决心 没有很强的决心 各位 我们无论在做什么事情 都要下定决心去做才行 我们常说一句话 是要痛下决心 在创世纪十二章一节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二十章十三节 创世纪说 当神叫我离开富家 漂流在外的时候 我对他说 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 你可以对人说 他是我的哥哥 这就是你带我的恩典了 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七十五岁的时候 神命令他离开哈兰 离开自己的父亲塔拉 要朝着神所指示他的 这迦南地继续的前进 而在离开哈兰之后的日子里边 亚伯拉罕却一次又一次地 在神面前犯下过失 可见亚伯拉罕没有坚信神的话语 反而却告诉自己的妻子 说你要说 跟他们说你是我的妹妹 我只是你的哥哥 亚伯拉罕是用这种方法 在为自己而躲避危险 在反复地说谎 我们看到这亚伯拉罕 这说明当时亚伯拉罕的内心当中 没有这种斩断的 坚定的这种决心 没有很强的决心 为自己的这种胆怯 为自己暂时的苟且偷生 反而在为自己的过失进行合理化 我们再看一下创世纪二十章十三节 当神叫我离开傅家漂流在外的时候 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 你可以对人说 他是我的哥哥 注意这里亚伯拉罕明确的说 无论走到什么地方 这个无论走到什么地方 在西伯拉语的原意 是指任何的地方 全部的地方 可神明明是说 要让亚伯拉罕离开哈兰是怎么样 要往神所指示的地区 而亚伯拉罕在这里面 没有持守这样的话语道 可见当时亚伯拉罕的信心 还是软弱的 在信仰上还不能决意立志 还不能坚定的将神的话语 一直持守到底 我们看但以理书一章八诀 说但以理却立志 不以王的善和王所饮的酒 玷污自己 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 阿们 各位如果我们不能 像但以理那样下定决心的话 我们的信仰不能够下定决心的话 不能立志的话 这是不行的 这在神眼中是有过失的 我们应当在我们的余生当中 能够在神面前立志 持守信仰到底 立志守住我们的礼拜 立志在神面前永远的去服侍神 侍奉到底才行 第三点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当时不相信神的礼约 不信神的礼约 不信神的约就是罪 从上面经文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就是因为他不完全相信神的礼约会必然成就 在神一次一次与他所立的应许的约面前 在亚伯拉罕的心中并没有坚信到底 我们一起看创世纪十二章二节 创世纪十二章二节说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这里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什么 你要成为大国 十三章十六节 创世纪说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 如同地上的沉沙那样多 人若能数算地上的沉沙 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阿们 这里又应许给亚伯拉罕子孙 说这子孙要什么 要如沉沙 后裔要如沉沙一样 这是再一次的应许 另外在创世纪十七章十九节 神说 不然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 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 做他后裔永远的约 阿们 这里神再一次的将应许之子以撒 也应许给亚伯拉罕 另外在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到了日期 明年这时候 我必回到你这里 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这一次神再一次 以强有力的应许 赐给了亚伯拉罕 说不但你会得 这应许之子以撒 连出生的时间 神都准确的应许给了亚伯拉罕 说是在明年的这个时候 然而亚伯拉罕 在神对他的这一次 又一次的应许面前 亚伯拉罕对神的立约 没有完全的坚信 今天的我们可能也是如此 我们每天时常 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过失 我们时常对神的应许 也是经常的左右的摇摆 一会儿信 一会儿又不信 一会儿又不那么完全的信 总是对神所应许的 还心存疑惑 我们看到 其实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后 神就一直在保守着亚伯拉罕 诗篇111章9节 他向百姓施行救赎 命定他的约 直到永远 他的名圣而可畏 阿们 各位 我们今天的礼拜 我们今天守主日 就是神赐福给我们的礼约 以色亚书58章13节说 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 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 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 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 而且尊敬这日 不办自己的私事 不随自己的私意 不说自己的私话 这样神在这安息日 与我们定立了这赐福的约 让我们守住这安息日 以色亚书58章14节说 我你就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 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阿们 各位 我们今天守主日 这就是神与我们之间所定立的约 是神与我们之间所定立的主日之约 所以到我们进入天国之前 我们要持守这个主日之约到底 要守住我们各自礼拜的位置 这样的人生才是蒙福的人生 第三点 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是如何克服过失的 也就是亚伯拉罕如何悔改的 今天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76岁和99岁的时候 他分别在埃及地和基拉尔地 一再的说谎犯下过失 在此之后亚伯拉罕终于开始了他的悔改 克服了自己从前在信仰上的过失 第一点 亚伯拉罕他不再去别的地方 不再去犯罪之地 之前一次是在埃及地 一次是在基拉尔地 从亚伯拉罕100岁 生了英婿之子以撒之后 以撒出生以后 一直到亚伯拉罕136岁的时候 亚伯拉罕一直是生活在别士拉尔地 一直到亚伯拉罕137岁的时候 他的妻子撒来离世的时候 亚伯拉罕也是居住在西伯伦地 居住在西伯伦 而这些地方都是神赐给亚伯拉罕 为业的应许之地 在这些地上亚伯拉罕的信仰 不会得到娇扰 各位我们在信仰上 也时常会有这种摇摆不定 有各种各样的过失的地方 那我们就不要去那些 对我们的信仰产生干扰的地方 不要那些使我们的信心产生疑惑的地方 要远离那些容易使我们犯下过犯的那些场所 那些属世的那些聚会呀 宴乐呀 宴乐呀 饮酒呀 去朋友家串门聚会呀 如果只要一去这个地方就容易犯罪的话 那人就要远离这样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 醉酒容易让人产生迷乱 产生混乱 说谎 淫乱的心 如果一去这个地方就容易醉酒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要下决心 要立志远离这样的场所 我们不再去那样地方的时候 我们的过失 我们的过犯就能够得到克服 我们就不会继续犯罪 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 信德 忍耐 和平 所以这里中文圣经说 逃避这个词 在希腊语当中就是躲开的意思 我们中国人有这样一句话叫 进诸者赤 进墨者黑 我们常去那些肮脏的地方 我们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惨 各位 过失 我们人人都可能会有 但是最大的过失 就是不知悔改 在同样一个问题上 一而再 再而三的犯错 我们常话说的 这个人是什么 屡教不改 是一次又一次的 在同样的地方犯罪 持续的犯罪 这在神眼中 是绝对不能认可的 真言 二十六章十一节 愚昧人 行愚妄事 行了 又行 就如狗 转过来 吃他所吐的 像这样说 这有罪的人的形象是什么 在愚昧的人是什么 是在罪上 在错误上 什么呀 一而再的犯罪 是行了 又行的 这是绝对不能被神认可的 第二点 亚伯拉罕 彰显了神与他同在的生活 在基拉尔 亚伯拉罕根本就没有 堂堂正正的 去告白自己的信仰 而是用自己的 这些属世的 这些小聪明 这些属世的 所谓的计谋 一再的犯了 说谎的罪 然而 在亚伯拉罕 生了以撒之后 才开始彰显出 神与他同在的 这样的生活 我们知道 通过应许之子 以撒的出生 亚伯拉罕 才开始更加确信了 神的应许 果然是必定成就的 在创世纪 二十一章 二十二节 当那时候 亚伯米勒 同他军长 非各对亚伯拉罕说 凡你所行的事 都要有神的保佑 就是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 终于能够在人面前 能够大胆的去告白 自己的信仰了 亚伯拉罕 是有神 与他同在的人 今天的我们 也当如此 我们应该 告诉我们身边的人 告诉他们 我们自己 基督徒的身份 我是去教会的人 我是信基督的人 不要为犯罪 不要为逃避 信仰的约束 而故意去隐瞒 我们自己信仰的身份 仍然与那些属世俗的 属血气的人 混在一起 一起醉酒 厌乐 犯罪 好 我们给 关于亚伯拉罕的悔改 做一个结论 亚伯拉罕 虽然在神面前 屡次的犯下过失 但是神 并没有因此 而撇弃亚伯拉罕 因为神要通过 亚伯拉罕 来成就 他的礼约 就像之前 我们一起看到的 罗马书八章 二十八节 到三十节的话语 说这亚伯拉罕 是神所 预定 呼召 诚意的 那一位 神不会撇弃亚伯拉罕 就像 不会撇弃 亚伯拉罕一样 今天 神也 不会 撇弃 有过失的 我和各位 创世纪 二十章 三节 和 二十章 七节 我们看 但在夜间 神来在梦中 对亚伯利米勒说 你是个死人 因为你娶了 那女人来 她原是 别人的妻子 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 归还她 因为她是先知 她要为你祷告 使你存活 你若不归还她 你当知道 你和你所有的人 都必要死 阿们 即便 亚伯拉罕 一次又一次的说谎 犯下过失 自以为是 凭着自己的小聪明 说谎 一次又一次的 犯下过失 神仍然没有撇弃亚伯拉罕 仍然会扶植亚伯拉罕 到底 不会放弃他 作为先知的 亚伯拉罕 终于在神面前 献上了祷告 并且这祷告 得到了神的应允 我们看二十章十七节 亚伯拉罕 祷告神 神就医好了 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 并他的众女仆 他们便能生云 阿们 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 能够克服自己的过失 真心的 来到神的面前悔改 再一次的走向神 献上他的祷告的时候 神仍然是应允了 亚伯拉罕的祷告 亚伯拉罕 献上祷告的时候 神就会赦免他的过失 今天的我和各位也是一样 即便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 犯下这样那样的过失 我们也要在神面前 献上我们的祷告 要在神面前真心的悔改 真心的去克服 改正我们的过失 那么拣选我们 呼召我们的神 必定会帮助我们 赦免我们 我们看以色亚书 四十九章十五节 夫人因能忘记 他吃奶的婴孩 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 阿们 这里说 神对我们就像 父母对自己的儿女一样 对自己的孩子那样 去应允我们 神对自己拣选的人 是不会忘记的 也不会轻易的撇弃 即便在这世上 是没有父母的 孤儿一般的人 神也不会离弃他们的 诗篇二十七章十节 说我父母离弃我 耶和华必收留我 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 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招 是没有后悔的 阿们 同样 初灵的耶稣 也在瓦太福音三章二节 和三章八节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成 阿们 衷心的希望 我和在座的各位 在我们的信仰人生当中 都能够结出 与我们悔改的心 相称的果子 能有更多的悔改的行为 让我们最终都能够归荣耀给神 最后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 我们一起来奉读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担言 其实不是担言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阿们 各位 今天的我和屏幕前的您 我们都应当效法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 能够在我们各自的信仰生活当中 能够不断在神病前 献上我们真心的悔改 能够克服我们从前的各种各样的故事 能够真正的成为 跟随亚伯拉罕行事的真圣徒 这样的人 神会扶持他到底的 这样的人生 才是在神面前成就永生 应许的蒙福的人生 好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感谢您 赞美您 感谢您 今天再一次的将我们 引领到这圣经救赎时的话语面前 今天您再次的 让我们再次跟随 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教宗 让我们能够查考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天父 我们还在这世上 时常犯罪的生活当中 愿您像以复所书四章二十三节 所应许我们的那样 将我们的心智都能够改换一新 求您体恤我们的软弱 我们相信您是知道我们内心的这种顽梗的 求您赐恩典给我们 当我们在您面前献上祷告的时候 求悔改的灵能够引导我们 能够让我们能够像戴恩典先知那样 能够励志 能够斩断我们各自所有的过失 此时求富强烈的做工 能够帮助我们 斩断我们身上各自的救习 让我们所有的这些从前不能解决的问题 都能够得到解决 让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 都能够过一个彰显神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生活 无论走到哪里 我们无论做什么 都为彰显我们父的荣耀而做而行 愿您纪念保守 今天在这里聆听这话语的每一个灵魂 赐恩典与他们同在 我们如此不配的祷告 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 感谢祈求 阿们 感谢天父 也感谢屏幕前您的陪伴 追想上古之日 思念历代之年 我是雅各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